大家早上好,我是大海 昨天又收了一盒毛主席相张 这个相张呢,客户已经给要走了 拍个视频,留个纪念 这个相张啊,是在一个老大娘家收的 这个老大娘呢,她跟我谈了三回 第一回吧,然后她想卖,她丈夫不要卖 完了后来以后,她又找我卖 完了之后,我俩谈了,又给她多加了50块钱 然后给买下来的 这个相张盒子的外表呢,是毛主席去安远 这块吧,拿胶布粘上了 后来可能开了,她给粘上来 这是侧面 打开看看 这个盒子吧,那个年代盒子是这么开的啊 这么开的,有的盒子是这么开的 这是仿开的 打开了以后啊 这块呢,有一个诗词 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 完了,这是谁写的,大家知道吧 但是这个人写的吧,给她滑了 为啥滑了呀 当时不是有点情况吗 就把她滑了 当年就是 有很多他其词的东西呢 就是连这一张纸全结掉了 但是这个拿笔稍微滑了点 这个还算行 完了,还能把她的 那个明察的给她写上 嗯,这是里面带的 有一张老照片 这个是象象的第一层 因为她这个时间比较长了嘛 她有的海绵都发黄了 原来最早的海绵应该是白的 这个是第二层 这个是第三层 这个底下这个是第四层 整体呢,就是这个情况 拍这个视频吧 主要是留个纪念 因为我家乡这个地方吧 就是收这些老物件 像我收什么老挂钟 老手表 就是老上海手表 还有梅花手表 还有老象章 还有毛手旗语录 还有小儿叔 因为我家乡这个地方吧 就我收 我家这个位置呢 是在中国最北 这个地图啊 它就在机关那上面 我家这块要是在南方呢 这些东西估计二十年前 就给收走了 但是我家这块吧 就我自己收 就是我没收以前呢 我有很多就是当地老百姓家 有的搬家了 都把那个八十年代的大瓜州 都扔垃圾箱里了 都白瞎了 后来我收的时候 然后他们都卖给我了 所以说我家这个地方吧 就是太贝了 这要是说在南方啥的 好二十年前 这些东西就没了 所以说这个地方 现在就我收 我收完了以后 有客户药 然后 然后我就卖给他们了 拿写个看看啊 这全是老的 你看他写个 革命委员会号 他有的后面都带字 这个字上写的啥呢 福矿工电部 革命委 革命会纪念 1968年6月 这个福矿工电部呢 就是福远矿山工业部应该是 要不就是 革产工业部 革产工电部 那个年代吧 就是居委会 当地的居委会 完了还有什么县政府 什么地方 他们什么文革会 革命委员会 他们那个时候吧 他们你全印这个 这个上面写的是 辽宁省革命委员会 成立纪念 这个没有字 这个是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19周年纪念 沈阳市革命委员会 这个叫 毛主席万岁 底下有个叫什么莲 他一般叫什么莲呢 他都是简称 就是当地那个 当时那个单位 那个简称 看这上面的别枝了吗 这个别枝都生锈了 看看这多少年了 变黑了都 这都是好几十年前的东西了 看这个像张 这个像张 是 是毛主席年轻 应该去安元 你看这个 我说你拿着头像了吧 一般呢 他们都是往这边看的 这个呢是往前看的 你看这个啊 这个啊 应该就是这个 你看他穿的这个衣服吗 就应该去安元 大家看看哈 这个衣服这个领袖 有个开口 应该就是这个 还出着分头吗 这个位置是封开的 这个后面写的字呢 写个 井冈山 我自 什么归然不动 松陵 革命委员会 行 现在给他包出来 完了之后呢 一会儿用会计就给游走了 包这个时候吧 挺复杂啊 我那个把东西都已经准备好了 这是第一层 给他压上 完了最后的时候吧 还就给他塞上 那个泡沫啥的 给他塞几条件 完了盒子呢 再拿 透明腰部套个带子给粘上 不能直接粘在盒子上 直接粘在盒子上以后 一接他都掉漆了 所以说都得好好包 你这些东西都属于老东西了 都五六十年前的东西了 像那个胶水胶布啥的 那一碰他就往下掉了 他都掉渣啊 再把这个再给他一叠叠包上 我先包啊 已经装在箱子里了 一会儿上面呢 塞上那个泡沫 然后就封箱 包完了 马上游走 老街市了 这边 epic的东西 就复权了